星期五 你好 我歡迎收看 今天有姐妹會 我覺得人真的是很矛盾 你知道年紀小的時候呢 巴覆得自己趕快長大 心想大家說 你看起來真的是不像你的年紀 你這感覺好有歷練哦 年紀大之後 說我很年輕 所以裝小 對 我還不到那個年紀呢 這種心情是在複雜 是 所以我們今天呢 要來討論一下年紀的問題 我年紀是會騙人的啊 會... 我們今天請到了 八位新住民來賓呢 一種是娃娃臉 一個是老來放 然後老來放 我覺得我做錯了 妳做錯了 抓牙裡 應該那一邊 娃娃臉 你是青蛙的娃吧 娃... 我們今天有請到來賓 來告訴你們說 為什麼你們是坐在這一區 首先介紹的是班傑 來 歡迎 來 第二位呢 是芳瑜 我是芳瑜 好 這是芳瑜對不對 對 送給兩位主持人 是 這本說呢 它其實是以小子女的概念 告訴大家怎麼樣 不用花很多錢 不用用很多很繁複的步驟 你也可以裝女神 沒人皆可是女神 對...大家都可以裝 你們要好好的了解一下 對 老年了又怎麼辦 對...怎麼裝年輕 看這本書以後教你 老師對於自己很有疑問 我這本先借你 下集過的時候 記得要先換給我 謝謝... 你不要給我給KIM嗎 沒有... KIM 好... 我給我... 大家現在突然推去 我沒有要讓給他們 我接她看 好 謝謝... 記得上網去買 好 謝謝... 謝謝芳瑜 謝謝 接下來第三位 歡迎我們的Windy老師 大家好 秋正宏 邱醫師 對 我想先請芳瑜 你看一下 你覺得他們的年紀 大概都多少 來 妳猜一個人就好了 能選一位 妳最後把握的是誰 歐陽山 歐陽山 對 應該很明顯吧 喬看我們節目的 應該都知道她的年紀 是 對 我有講過 所以... 但是我如果就她的外型來看 我講你不要生氣 我覺得你應該有四十好幾 四十好幾喔 我覺得不只 對 邱醫師說話啦 是 來 邱醫師 不過她也是比我年輕啦 對... 真的嗎 歐陽山真的是相對來講 我不知道她實際年齡 可是她那個裝扮 真的是在裝年輕的 對啊 裝年輕 是 裝年輕的 但是我要請芳瑜來 妳可以猜一下小白 小白啊 幾歲 我覺得她應該大學生吧 對 還沒有畢業吧 妳知道 你看她戴著牙套 是不是 對啊 好 來 所以我們請大家來 先看小白跟歐陽山 來公布妳的年紀 來 我們看一下 揭曉一下 其他人是小董 好可愛 我以為二十八耶 二十八都嫌大了 我覺得她大概二十五、二十四 對 我想說 因為她就是一個娃娃臉 所以要加幾歲 對 而且你看她很心機 她還戴著這個包 這個出來 我跟你講十六歲 人家都相信 是 謝謝 好 當然我們先看一下歐陽山 歐陽山幾歲 五十四 差不多 可以四十幾還不錯 她也是開心的 可是KIM 妳 這樣子講 我好像很失禮 從年輕的時候 大家就會覺得妳年紀比較大嗎 沒有 是 真的 非常的沒有 非常的沒有 對 我要含冤 是喔 老啊 反正 真的我年輕的時候 我是發育得很慢 所以這樣會看起來很年輕 所以妳看 哇 好年輕 這是幾歲的時候 對 這個時候我已經 我已經是大學生 對 妳這樣跟她講好像喔 不是 高中 我講錯了 不好意思 高中生 高中生 我感覺自己很奇怪 沒有...我是高中生 但是真的 因為我發育很晚 我年輕的時候 人家都認為說我更小 我反而不喜歡 對 因為這個時候 我沒有男朋友 我旁邊的同學都有男朋友 只有我沒有啊 對 會覺得 但是有一個就是 我覺得是遺傳的關係 等一下專家會講到這塊 但是我爸爸是艾爾蘭人 是周穩很多 所以我從十八歲 當然長得比較大一點 我開始有周穩 所以 抬頭紋 對 抬頭紋 從這之後我都是 到現在 真的 對 因為十八歲的時候 有華人會說 可是現在看起來沒有啊 你好老啊 對... 我覺得嚇死 可是我覺得有一件事情 會讓人家老了 就是生小孩 生小孩 乖小孩 因為你看這個時候 我天天穿T恤 頭髮會剪得很短 因為方便 那時候妳幾歲 那個照片上面 這個時候是四十歲 四十歲 對...這時候十幾年前 是 你看Raymond才一歲多 對啊 好可愛 所以這差不多四十五年前 可是女生生小孩 真的會老得比較快 小心妳趕快點頭 對不對 對 我覺得是 那邱醫師妳知道嗎 女生生小孩其實主要是 身材會改變 對 臉的改變並不大 身材會改變 為什麼 因為妳生產的 懷孕妳肚子會撐開 然後妳生完小孩以後 妳鬆掉了 妳回不去了 對 回不去以後 妳看起來就是 這樣生過小孩的身材 像右邊那兩位 妳們就是 腰圍量起來 她們兩個就比較大 對啊 所以我們看女孩子 除了看臉 年不年輕 身材也很重要 旁邊這兩位也生過耶 對啊 但是她們的腰有比較細對不對 是 所以騙人啊 她們就看起來年輕 所以還是超自在擠 對... 對 超自在擠 前面四位裡面喔 小詩妳剛剛講話說 生過小孩的時候 眼睛 鼻子 嘴巴全部放大 除了我一點點 對...非常對 那我們先請班傑來猜猜看 猜一下 班傑來猜小詩幾歲 江...江好一點 你想一下... 對 我感覺是三十二 對... 感覺是三十二歲喔 我感覺 但是如果她那邊寫個老 應該要扣掉幾個 所以來看一下 來 自己公布 我年紀 我年紀 太大聲了 後面很像太大聲了 不好意思 她看很多耶 不會出來耶 不會出來 我也覺得她不到三十歲 是嗎 對 我看得出來 看她的臉就知道了 她的臉看起來是年輕的臉 對... 反應也很年輕 我覺得超難過 但是這個反應 有算是年輕人的反應 有...年輕人的反應 就年輕... 可是妳從小 我記得我看過妳以前 小時候的照片 真的是就嬰兒肥啊 臉胖胖的 對... 為什麼會變這樣子 沒有 我從小也是這樣子 現在也是這樣子 但是一直以來 都被認為是年紀 被拆的年紀都是增加的 那我問妳一個問題 妳在幾歲的時候 被人家拆過 就是跟妳那個時候 年紀差最多 應該是生完小孩 對... 然後人家那時候覺得妳幾歲 那時候都覺得 我三十幾歲了 可是那個時候我才二十一 二十一 你才老了十幾歲 因為...像醫生說的 我也變胖 變胖 對... 對... 二十八人家猜三十二嘛 三十二 沒有啊 四十幾 你猜三十幾 還好現在 對... 班傑幹嘛要說四十幾 沒有... 沒有... 現在我還是被猜四十幾 三十七八 真的嗎 對...到四十 妳會不開心嗎 沒有... 其實我習慣了 但是我有時候會 有一種納悶 是不是有照鏡子有沒有 我的臉 是不是因為笑紋 因為我爸爸是泰國人 就是他笑出來的那個 對... 對... 我會覺得 應該這樣增加我的臉 可是妳看妳脖子的皮膚 還那麼漂亮耶 對...妳看 所以我覺得妳是髮型的問題耶 如果你把它不要是捲髮 弄個直髮那種妹妹頭 像歐陽山一樣這樣蓋住 搞不好妳的原本的年紀 就出來了 如果說直髮 對... 我不想給咧 來 拿出來 等一下 我之前 我也是在這個節目上 就是也是在跟這個一樣 題目是一樣的 然後我被猜比 Nilam 你們知道Nilam嗎 就是印度的姊妹 印度的姊姊 年紀還要比她還要大 我太扯了吧 真的 妳看 誰那麼不會猜 對... 妳看最上次更胖吧 對 更胖 對... 對... 然後我那時候有去拍那個 就是要放那個 身頭皺 針見皺 我說我可以以後再用 OK 好 老師剛剛講 對 如果她的頭髮是直髮的話 她就會顯得比較小 可是我跟你說 她一定要先減肥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知道嗎 我們有一句話說 就是白會很漂亮 但是後面一句話是什麼 叫一肥毀所有 一肥毀所有 對 妳只要一胖喔 妳看起來就是老 我跟你講真的 所以一定要先減肥 好 知道了喔 好... 我們下一位苦主是 哈利德 來 妳猜一下哈利德的幾歲 溫蒂老師 差不多40出頭 差不多 真的嗎 滿簡略的 很準 可能34吧 34 邱醫師 我認為她大概 30左右 30左右 搞不好還不到30歲喔 好 來 哈利德請揭曉 來 看妳笑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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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一樣的道理嘛 她就是胖嘛 對不對 但是我為什麼知道她年輕 你知道嗎 她的臉看起來年輕 妳要看她這個下巴線 這個下巴線很硬 就表示說她是年輕的 是這樣子嗎 對... 你知道人一來 第一個看得出來 就是這兩塊下去 會掉下來 對 掉下來 這兩塊一掉下來就有年紀 像我們這位 4歲 誰 歐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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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講喔 妳的臉如果這樣往上一拉 往上一拉上去 年輕10歲 對不對 所以妳的意思是說 如果...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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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妳看一下... 讓妳看一下自己 對... 不然這個要一直... 真的耶 這一集就這樣子就對了 對... 對... 所以為什麼拍照 裝可愛會脫塞 這樣子 對... 這樣子 來...哈利的我們看一下 其實我在IT的話 也是差不多 每個人的話 一看我 就看...覺得我比較老 連我有的時候跟我爸爸一起走路 或者見到爸爸的朋友 他們會猜為我是爸爸的弟弟 哦 真的 然後呢實際上這個的話 也是對我來天是好學情 因為我之前的話 因為這樣子的情況 我做過很多 在我生活中是比我很多 要年輕的人 還有好的事情 比如說之前我帶團 我剛畢業的時候 我帶到很多那個 來自大陸的那個大館 像很多市長 還有那個農業部部長 因為看起來不挑... 成熟不挑老 所以我機會做到這樣子的情況 哦... 可是... 所以你比較有經驗 對 可是更誇張的是 來到台灣這裡 人家就是完全相反 我有一次去上班 在內湖這裡 結果那個司機 就是我用那個卡片 郵郵卡 逼一下這樣子 他說 其實你不用 就是年紀那麼小 為什麼要用這個老人的那個... 郵郵卡 就是一般人用的 只有B一聲 不是B兩聲的那種 對不對 就是我用的是正常人 就是大人的那個 對 他就是... 然後呢 言問我說 你爸媽在哪裡 這樣子 有這麼靈活 問你爸媽在哪裡 你是來的嗎 我要回家跟我老婆講 那個司機今天問我 你爸媽在哪裡 為什麼 我會看起來 那麼年輕嗎 真的 那你被問 心裡是開心還是... 當然難過啊 難過啊 對啊 我不是跟別人說 我比較小就是 男人一般來講 但是埃及 這個這樣子會比較好 就是年長老婆 男生會比較喜歡 就是比較成熟 就是你也說我年紀比較大也好 可是女生的話相反 對 當然 但是下一位 真的要好好的請大家猜 對 下一位很難猜 Alex 對 俄羅斯的朋友 來猜一下 班傑 你猜幾隻 他這個鬍子真是 他是可以的喔 你看喔 鬍子 你們覺得呢 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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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鬍子 我今天鬍子如果拿掉的話 就是二十五 我覺得是鬍子把它掀老這樣 對 芳妤 我覺得他不只鬍子老 其實他的眼神呢 他也不像 哈利的他的眼神 是感覺很純真的 可是我覺得 算了 Alex的眼神 感覺 很邪惡嗎 對 很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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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應該 有三十出頭 三十二我猜 三十二 溫迪老師 我覺得他很像 翹鬍子人丹的那位國王 像... 好像喔這樣子 那可是我會覺得 他相對來講 比哈利的看起來 稍微年輕 因為他那皮膚比較光滑感覺 所以大概 應該也差不多三十吧 我用好好的忌廉 介紹一下 我認為他應該三十五歲左右 三十五歲左右 好 司馬來 公布一下你的答案 二十四歲 我還蠻最重的啊 真的耶 只有外國人猜就走 真的 這個厲害了 我以前沒有留護子的時候 看起來娃娃臉 好小喔 真的耶 超級寶寶臉耶 很寶寶臉 留了護子的時候 看起來比較... 比較浪啊 對... TOP TOP 不要看這個 對... 可是你是為什麼 你是刻意要留護子的嗎 我要看起來比較老 是因為... 我覺得在台灣... 你成功了 在台灣年輕的... 沒有尊重 是真的 我很喜歡去... 我很喜歡去試試看很貴的車子 是... 對... 所以我喜歡去看那個Benz 我來那邊沒有護子 他們覺得... 你... 買不行 應該不要買 沒有錢 看起來... 有一點... 比較老了 就... 要... OK... 可以 真的啊 是... 我覺得一個鬍子 可以讓人的感覺差這麼多 是 好 來 下一位 法明 換娃娃臉這一邊了 來 換娃娃臉 法明是... 在我們的節目上面 出現好久了 但是他的年紀 大概就覺得他是幾歲呢 法明喔 法明的話長這麼帥 真是很難猜 那大概差不多 三十... 三十... 我也... 我覺得差不多三十出頭啦 到三十五之間 是... 因為法明有點... 有點皺紋出來 抬頭紋出來 抬頭紋還滿明顯的 對... 完了... 完了... 不要這樣... 好... 來 班傑 你會不會比較容易看得出來呢 我猜他... 剛好三十 剛好三十 對 剛好三十 邱醫師也認為這樣 對 我也認為大概二十八到三十之間 不過... 我猜你身比較準 猜你身我比較準 猜你身我比較準 好... 來看一下 法明 三十... 沒錯 還不錯 其實我先補充一下 這是剛剛這時候 Alex的講的鬍子的部分 我年輕的時候 我也想要長鬍子 但是... 因為亞洲的血統的話 就是只有幾根 沒有分到鬍子 短鬍子啊 沒有分到鬍子 因為你爸爸的鬍子很多 對 很多啊 對不對 因為你那時候 他聽了鬼叫的音樂 想說... 就是想要跟歌手一樣這樣 然後就... 什麼東西 好 那你們剛剛說對了 就是說 一般的人會猜 我大概二十七、二十八歲 會有五六歲的差別 然後那個... 在這邊... 很多... 很多台灣人就會覺得 是不是就是來這邊 念...就是念中文 從大學那邊 因為年輕的時候 只是說比較... 天啊 你也有過那個階段 中分階段 中分階段 而且他戴眼鏡 看起來跟現在也是不像 對 有戴眼鏡會看起來 不要老一點 但是... 主要的是說 就是如果跟法國朋友 比的話就是 我還是會看起來更年輕 對 對 等一下 你看就是... 對 對不起 因為他還在台灣 二十八歲 我覺得高中的時候很討厭 高中的時候就是其實 其實其他的外國人 很快就是 五官都很立體 然後那個發育很快啊 變得很男人 然後女生都很喜歡 但是其實混學 或是有一點亞洲學童的 就會就是... 比較慢 就看起來是一個小孩子 你知道嗎 女生其實比較 不容易親近 對 國外是這樣 所以你會很想長大 趕快溜鬍子啊 或是怎麼樣 好 接下來插一下 馬扣豆 是 馬扣豆 我覺得 可能是你今天打扮的關係 你笑一笑我看 笑... 笑你笑你就笑 對 笑啊... 你應該沒有滿三十歲 二十八 唉唷... 唉唷... 因為你笑起來很激嫩 你笑什麼禮物 來... 來... 你不覺得他感覺很純真嗎 哪有... 你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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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思考一下 剛剛老師說過的 下巴線跟脖子的關係 對... 還有那個帽子 那個帽子有炸 有炸 你是故意的嗎 要拿掉嗎 對... 就是... 他拿掉... 頭髮也OK啊 拿掉啊 像比較年輕耶 對... 你是不是應該戴那個帽子耶 二八...我猜二八 二八 馬扣豆 來...自己招任嗎 我認為他應該三十五歲 邱醫師猜對了 為什麼... 我看他的眼睛 看他的眼睛 你知道年輕的眼睛 外眼角會稍微高一點點 比內眼角高大概兩個mm 你們看齁 我為什麼剛剛看... 猜那位 我猜他比較老 因為他... 呼吸宮這邊有點凹 外眼角有點下垂嘛 所以我猜他三十幾歲 但事實上他沒有 那像馬扣豆 我就猜說他比較老一點 為什麼 因為他外眼角有下垂 你看他外眼角是比內眼角低 有沒有看到 對... 吹吹眼 這是老化的徵兆 老化的徵兆 對... 還是我很... 往下垂就對了 可是我現在也很喜歡 就是猜我幾歲的這個遊戲 為什麼 因為就大家都像他一樣 就大概二十八左右 然後我越聽越爽 但是呢我去國外的時候 就特別就是要... 因為我怕那個自己太年紀的時候 就是有一些人想那個攻擊我 所以呢我盡量是留膚子 我也跟那個法民一樣 就是一點點可以留膚子 我去印度的時候是這樣 這是... 對 其實我是最... 看起來有老 最...最老的一張 看起來最老的一張 看起來最老的一張 對... 來...再來看一下八弟 各位女生的部分 真的很不好猜 對 來我要請邱醫師來猜 是 八弟猜他幾歲 八弟我猜大概三十二歲 三十二歲 OK 好 等一下... 我還很喜歡這個 Windy老師 妳覺得 我覺得八弟應該也差不多 在三十三到三十五之間 三十三到三十五之間 方妤 我也覺得應該有三十一二歲了 三二好了 三二好了 對 我們把他定下來 好 來 八弟 好討厭喔 請多來 他真是彩色 我不要啦 為什麼 你不要公開 別嚇到 而且他的小孩已經都大學了 真的 我覺得他讓人看起來 年輕最一個漂亮的地方 就他這裡 我們講這個叫蘋果肌 對 都還在上面 因為四十幾歲的女生 沒有這種蘋果肌 他會有一個三八紋 什麼三八紋 就是會有淚溝 對 會有淚溝 然後這邊會有很深的法力紋 再來這邊會有木耳紋 對不對 你看他沒有淚溝耶 對 他看起來年輕 對 我也覺得 其實我覺得我不是娃娃臉 我覺得我這個是天生的 中小時候就有 因為我跟姊姊 就是高中一起畢業的 因為姊姊有留級一年而已 我們就一起畢業的 可是大家都看 我覺得我好年輕 姊姊還是不是留級五六年 沒有這個時候 變就很不爽 因為覺得 因為我們實在一歲而已 可是我中小時候就覺得 因為這個人 我感覺比較年輕 是 然後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也是就是感覺 臉很年輕 然後婆婆看到我 就說 妳跟老公說 妳是不是娶個 國中畢業的 未成年 因為看不出來 我是已經高中畢業了 然後就是臉比較 感覺比較有龍 然後就慢慢 感覺慢慢長大 就比較會打扮自己 可是還是看起來 年輕就是因為有這個 然後會保養 像我很喜歡這張照片 就跟兒子參加朋友的婚禮 然後我把這個照片 都會放冰箱 然後就是我兒子的朋友 會來家裡看那照片 就是我跟兒子說 這是妳姐姐喔 妳姐 然後兒子說 哪有那麼老的姐姐 因為是媽媽 可是我覺得 我看了很開心 那兒子有一個 這樣子長年輕漂亮的媽媽出去 他會覺得很驕傲 就是很有面子 會 是不是 可是我現在讓妳 出一個難題給妳們 妳們大家來猜 妳先猜一下班傑幾歲 對 班傑幾歲 寫板子 你們覺得班傑幾歲 還有方雨幾歲 你們寫兩張板子 好 來 那我們看一下 來 來 請揭曉 來 看一下 先看班傑的年齡 35 31 32 33 30 30 最老猜到35 最小猜到28 班傑 那個 32 32 已經32歲了 32 對 但是大家猜一下 方雨呢 嗯 會拉近一點 會拉近 來 27 28 27 24 26 23 讓你自己的年紀拿出來 25 法明 下不了手 等一下 32 32跟24之間差了8歲 差了8歲 方雨幾歲 對 我跟大家說 其實我年紀比班傑還要大 我34了 所以很厲害 所以很厲害 因為老婆年紀比較大 所以我就很能夠看得出來 現場我們有四位娃娃臉的朋友們 是 在生活裡面有沒有得到什麼好處呢 有 馬克服已經占了很多便宜 對不對 我覺得最大的好處 是 開黃槍也可以 就是可以開黃槍也不會被人家討厭 開黃槍 對 就是 就感覺是不會油條啦 對...如果是看起來很老的人 是講同樣的事情 有可能是被女生討厭 對 譬如說 譬如說 那個 你今天穿得 感覺很性感啊 那種 可是如果是老的人就是 容易會他的眼神 或者是那種 色... 色... 不會啊 黃雨你今天穿得很性感 你有覺得很色嗎 還真的有耶 還真的有耶 那種感覺 這個... 這個一定是一個好處 但是呢我同時還有那個 有壞處啦 還是就是剛剛有出來 有一些人說就是不夠man 其實很多台灣的女生 喜歡可愛的男生 但是其實就是長大的環境 就是說就是man就是帥 可愛就是扣分 所以其實在國外長大 你就是一直覺得就是要man就是要帥 然後這裡被講可愛的時候 你會覺得 就是好像被打槍一樣 我們在俄國 我覺得如果男生看起來很可愛 他好像同性戀 所以 所以 我了解了 西方世界跟東方世界 解讀的是不一樣 是 那法名呢 就是跟剛剛大家講的一樣 就是說 台灣女生在這邊講可愛 在法國就是 就聽起來不好聽 就是跟幼稚也是實力起來 然後這邊就是啊 你好可愛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就會想到馬上想到那些 那個韓國的BOYSMAN 韓國的樂團 然後我就是這樣子 當然我現在已經到一個年紀 我當然比較希望 就是比較有 好 George Crowley 胡話不一樣 胡話不一樣 現在習慣了 現在習慣了 現在可愛 真的可愛是不是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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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自己對鏡頭 小姿勢腳腳很可愛 再來一次叫Body 我覺得好處當然是男生看不到 妳的年齡的時候很好 因為我跟老公差五歲 然後我因為我很會保養 給老公不愛保養 所以老公看起來比我老 老公小女五歲 我老公比我小五歲 然後我上次回去智利 其實在外國人的眼中 在我們的眼中 你們中國人是看起來 比較年輕 可是我老公竟然在智利也 看起來比我老 所以他 所以他不會保養 然後有一些同學來看我 然後我很久沒看到我說 真的 然後我覺得不好的是 因為我那時候 我已經教學的 今年有十幾年 可是我們 因為我們有一個那個 然後我們所有的那個 照片在上面 然後有家長來參觀 就會說 這個老師是英文老師 然後說 這位老師怎麼那麼年輕 我小孩子交給他 教我什麼放心 然後就是介紹 學校的那個老師 要解釋說 沒有 其實你不要毀 這個老師已經有十幾年 二十年的經驗 你也可以很放心 把小孩子交給他 所以就是家長 第一眼看到我 我就說 你是不是沒有什麼經驗 可是對 最後他們就遲到 我覺得 年輕當然就是 看起來很開心 然後每天被誇獎 可是有時候會覺得很 就誇獎到很多 小師從來沒有感覺 那種空虛 他也想到空虛感 空虛是怎麼感覺的 聽聽看 你知道 知道我的狀況 就會覺得有時候很空虛 因為我和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 女生朋友四十四歲 可是他看起來像 三十幾或三十出頭 我跟他一起去買車 可是我要買車 然後那個售商 完全不理我 完全不理我 很沒禮貌 然後就跟我朋友 一直在推說 這台車怎麼樣怎麼樣 性能怎麼樣 我就說不好意思 我想要問這台車怎麼樣 我有我的問題 然後他就不理我 怎麼會很生氣 是我要付錢 我要買車 我也剛開始講得很清楚 我要買車 我要看車 可是他一直跟我朋友講 最後他講一句說 對 妳媽媽要付錢 對啊 我就真的烏鴉飛過 第一是我覺得 我有這麼看起來 不被信任嗎 是 第二是我覺得 我好對不起我的朋友 我真的跪下來跟他道歉 對啊 我就真的好空虛 OK 我覺得如果有鬍子 沒有這個問題 對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我懂你那個意思 空虛 對 空虛 我懂但是還沒感覺到 但是 好 因為我的工作是管理人 就是泰國來台灣上班的人 是 所以我以前都用 實際的年齡去告訴他們 該是大哥 該是姐姐 該是 大部分都是比我大 然後來台灣上班 所以第一次我出來 做這個的時候 很不成功 因為什麼 就是很... 因為我們泰國就是 有... 妳是看備份的嗎 對... 還滿尊重就是備份的 所以我會覺得 不行 我再這樣下去 因為我還是要做這個工作 是 先去把頭髮剪短 對 把自己吃胖一點 沒有 那時候都胖 不小心 不小心 沒有 那時候就胖 但是頭髮剪短是真的 對 我就剪短 然後之後我都告訴他們 就是用年齡是騙的 我都說 我三十七 三十八 果然相信 然後很聽話 真的 很聽話 然後我跟他講 他就會聽 然後宣導他什麼 他就會有自信的信心 你剛剛那樣照片 就拿出來看一下 沒有了 不見了 然後馬上就銷毀 就對了 現在在特別聊小誰 想要你們的皇后 像不像 要短頭髮 對 她是故意的 我好有... 我的工作是平面實際 所以我常常跟客戶見面 我沒有鬍子的時候 我見面跟客戶 她覺得我是小... 年輕的小屁孩 小屁孩 小屁孩 沒有 experience 後來我溜了鬍子 那就沒有人要跟我殺家 我說多少錢 就是多少錢 就是這樣 但是我一個決定 我覺得我吃蛋糕還是喝啤酒 還是吃不一樣的東西 有很多小小的吃的東西 可是認不出年齡 有時候正會在生活裡面 發生一些很好笑的事情 是 我之前的話 一直覺得我自己很有能力 就是一看人 我就會... 可以猜得很準他的年紀 可是八弟讓我完全 就是打笑這個事情 真的 我再來不再相信自己 是可以猜到正確的年紀 因為有一天就是我們來錄影 然後呢我就是看到八弟 跟旁邊的一個男生 就是應該是大學生這樣子 哦 然後呢就是聽到別人說 這個是八弟的兒子 我嚇到了 不可能 他們在騙我 對 為什麼要騙你 因為我不相信我 因為他一開始 以為他比我小 而且是他那個時候的話 我以為他是二十四 二十三、二十四這樣子 天啊 然後我開始跟我老婆討論 你相信是這樣子 而且他們那個... 那一次要錄老二 意思是他還有一個老大 對... 對... 好奇怪啊 對... 對... 所以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這樣子 後來知道他真正的年紀 我真的嚇到了 不相信 其實那一天還滿好笑 因為他... 我有偷聽到 他跟他老婆講話 然後我跟兒子坐在那邊聊天 然後他就一直跟他老婆說 那是他老婆跟哈利特說 這是帕蒂的兒子 然後哈利特就大大人 所以說 然後他老婆就說 真的... 是他兒子 他說 不相信 然後我就聽不下去 我說哈利特 他真的是我兒子 然後哈利特 真的 所以他還滿好笑 巴蒂會看起來 特別年輕 讓我... 猜不出他的年紀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說 他的身材還維持著很鮮 是啊 多半當成媽媽 都會有媽媽的那種身材 對不對 他沒有啊 他女兒是模特兒 他跟他女兒是同一個尺寸 這間衣服是跟他女兒借的 真的 是 而且我覺得女生啊 年輕不年輕 還有一個重點 你看我們娃娃臉的這一組 你有沒有發現他們的臉都很崩 膠原蛋白很多 對... 然後老的那邊 你會發現他的臉頰有一點凹陷 鬆鬆的對不對 就是對 有點垮垮的 所以... 你不常來喔 其實我們這邊蠻狠的喔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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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的方法... 其實呢 我很久以前 就已經知道這樣子 所以我一直在補充 自己的膠原蛋白 我會用內服 比如說喝膠原蛋白飲 多吃一些豬皮之類的 還有一個撇步 我可以呢 分享給這兩位 就是... 就是呢 其實我... 如果說我今天呢 調到... 我今天呢可能只能帶一個化妝品 出門 我只會帶打亮餅 就是我不會帶什麼睫毛膏 不會帶口痕 不是這樣打亮餅 就是... 你聽過... 就是打亮的粉餅 就是讓自己的臉 看起來隨時亮亮的 因為你只要把你的臉打亮 看起來膠原蛋白就會很多 臉就會很膨 就不會這樣垮下去 所以記得喔 是打亮喔 豬皮多吃不是擦在臉上 油量是不一樣的 好不好 是... 來 巴蒂 可是我有話要說 我覺得妳講得對保養很重要 可是我覺得一個人的心 內心也很重要 對 但是我覺得其實 對我來說 我看KIM 我覺得KIM不是... 不是臉老 我覺得他真的是有一個 小孩子的臉 因為我跟小孩子每天相處 我看到KIM 我真的看到KIM很舒服 我覺得他... 然後我想到我的學生小孩子 而且我的學生 不管妳跟他們說什麼 他會說 真的嗎 然後KIM也是 我們是跟KIM聊天 他會說真的嗎 很天真無邪 很天生無邪 真的的感覺 所以笑太多 有這個皺紋就麻煩了 沒有拿中醫師就好了 對啊 那我要算妳自己了 有沒有發生過好笑的事 對 妳知道嗎 我在台灣很久 所以我跟我高中那些同學 真的是斷了關係 好久好久沒有看到他 但是現在有Facebook 所以有一個跟我聯絡 我不知道他是誰 實際上我是高中 跟他一起去Prom Done the date 他也說我請他很有味道 我都忘記這 對 然後因為我們太久沒有聯絡 所以已經三十多年 會開始答 你結婚了嗎 有沒有小孩怎樣怎樣 對 他有兒子 我說 然後他去看我Facebook 一大堆的照片 大部分是這個節目的 可是那個人有一點太傻 因為我跟他說 我先生是台灣人 所以他覺得那個孩子 就會看起來像東方人 對 所以他看到一個照片說 那是你兒子嗎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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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很好 很好很好 對啊 離開日本那麼久 我在台灣沒有媽媽 可是現在有 媽媽 怎麼會開心啊 有一次我跟女兒去看醫生 那是兩年前因為大學生 我們兩個都穿得很邋遢 然後因為女兒這邊走 這邊長了一個 他說是脂肪瘤 然後我不曉得什麼東西 一粒都硬棒棒的 然後我帶他去看醫生 醫生就是這樣子 我給他看一看 就說好 知道 就開始寫 然後他說是脂肪瘤 就說這個其實也不用開刀 也不用吃藥 看你是藥不要 然後我就在旁邊聽 在旁邊看 我覺得很生氣 我就跟他說 那請問一下為什麼會長這個東西 然後醫生就在摸一下說 原因很多啦 就開始自己寫 就這麼迷我 我就很生氣你知道嗎 我就很生氣 那請問一下你可以告訴我 哪一些原因嗎 然後他就往上看 就說你是他同學嗎 我說 然後一直往後看一下 就說不好意思... 我跟妳講都是因為... 他就開始講一對 然後我就很生氣 就說為什麼這種態度 他也不解釋跟女兒 因為女兒已經是大學生 他可以自己去看 我一直不放心 然後我陪他去看 還好我陪他去看 我再知道原因是什麼 然後對啊 我說 我就想跟他說 你是歧視會保養的人嗎 奇怪 你的故事跟小白一樣 都有炫耀的聲音 沒有錯 專門是來增加小師的空虛感 小師來...我平衡一下 有一次呢 我帶工人 泰國工的工人 就是去看醫生 出場科 我需要帶他去 然後幫他們翻譯 好 去到那邊 護士就開始問 要調查很多嘛 他幾歲 他就說 我也叫你媽媽 對 我一開始 我很自然的回答 我只有聽到他幾歲 我沒有聽到那個媽媽 好 第二次 媽媽 妳女兒有沒有那個 性行為過 妳有沒有性行為 妳有沒有性行為 我覺得重點 有沒有性行為 我就帶過 有沒有性行為 妳都跳過媽媽這兩個字 對 因為太習慣了 對 然後又第三個 媽媽她夜進來幾... 最後一次哪一天 我會說 人家 你看 誤會是姐姐 我誤會是她媽耶 那我們就聽到別人的故事 會不會讓你心裡平衡一點 好不好 我一開始帶團的時候 大概十年前 十年左右 那就是那個時候的話 也是差不多開始學中文 其實還沒有完全畢業 可是因為會說中文在IT很少 所以公司常常會找我 我比較成熟也會說中文來 剛好有一個來自大陸那邊的 一個政府 就是團 來訪問IT什麼的 那我公司派我去 帶這個團 那第一天帶得很不錯 然後呢 他們都覺得是 很有經驗的一個人 很不錯 那開始習慣了 然後跟他們聊到 他們喜歡我 喜歡我 讓我很自然地 開始講到我自己的思事 包括我的年紀啊 我的這個 我的那個 後來呢 他們發現我的年紀那麼小 他們馬上跟我翻臉 然後呢 打電話回公司跟他們說 你們怎麼配一個小孩子 來帶我們那麼大的一個團啊 他們覺得 嗯 大館怎麼可以有一個 那麼年輕的一個小導遊 或者一個小孩子 可能還沒畢業 後來要去換我這樣子 後來回去公司 公司也批評我說 你幹嘛把你的年紀 給我告訴客人 對 這個也不是工作的關係 後來這個就是真的是 後來就開始謊報了 後來就不再修年底 真的不要提 是 有一次我去Costco買東西 我拿我的朋友回用卡 哦 就是這樣 我們 我們的年差很多 差超多 你覺得台灣人是眼睛瞎掉了嗎 我覺得 我覺得台灣人看外國人 覺得都差不多 所以應該被發現 對 我覺得OK 而且我一次去用這個 這回用卡 所以一次OK 第二次我來Costco 所以也在這裡 他看回用卡 就看我 就說 你不是本人 我說 我覺得他說 怎麼可能不是我 只是我 我有了褲子 看起來不一樣 他說 不是 呃 教學生的人 看起來比較年輕 哦 但是 他到了我十幾歲 所以我們 我們 這天沒辦法買東西 那天就沒有辦法買 對 真的是超尷尬的耶 還是會遇到啦 對啊 我們來問一下各國 你剛剛講藝人嘛對不對 馬高總在你心目中 日本呢 哪一個是最經典的娃娃呢 我覺得男生的話 就福山雅致 福山雅致 他現在是四十五歲 他是你的目標 對 我希望四十五歲的時候 就大概四十歲 這個... 但是他這是比較以前的照片 他現在的照片比較好看 對 生的話 安達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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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現在已經是三十幾歲 他從小 就是他小孩子的時候的那個 印象太深刻了 然後現在也是娃娃臉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寫真 這個裸體的時候 我覺得說我是變態 那太小孩子了對不對 沒有啦 那是小孩子 為什麼他裸體 我們很開心 你終於承認這件事情 如果老的話就... 日本現在有一句話叫做 那個... 對 裂化 對 裂化 這是一個...一個女生 就變成這個惡劣的裂 裂化的我覺得是代表是 那個... 木村拖宅的老婆 我覺得... 可是我覺得日本的女生 我覺得如果跟台灣女生 比起來的話 還是看起來比較老 因為這就是 對 各位講的就是 很多日本人覺得25歲 我已經是老了 對 生小孩 結婚我老 就不保養 對 那種對心態 就是要嘗試這個月光 我們在俄國 有一個女歌手 叫阿拉福克丘 他... 你們覺得他大概幾歲 哇... 看起來像五十幾歲 有...有五十幾 現在他六十五 現在六十五 對 他好...他好稱 俄羅斯的馬達娜 俄羅斯的馬達娜 對...他從蘇聯到現在很有名 很會唱歌 還有一個男性 叫馬克森高均 你們覺得他大概幾歲 好年輕的感覺 很小耶 他三十八歲 現在年輕 他以前沒那麼有名 但是他們開始接的戀 非常有名 我覺得應該每個國家 有這樣的人 好像阿嬤跟... 阿嬤跟孫子 孫子都要在一起 年輕這件事情啊 其實就像剛剛老師說的 內外都必須要兼修 那但是呢 重點還是希望 大家好好照顧自己的健康 這樣子呢 我們才有心情呢 或者說這樣的體力 去追求更新鮮 更有趣的事物 是 年輕是一種心態 希望大家其實 好好保持下去 好不好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快來幫我們按讚 加訂閱 拜託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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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拜託